在全世界众多岛屿中 有些岛屿属于一个国家比较常见 像欧洲的冰岛 就整个都属于冰岛国管辖 不过 也有一些岛屿分属两个国家的 像分属东地文和印度尼西亚的地文岛 还有分属海地和多米尼加的海地岛 但同时分属三个国家的岛屿 全球只有一个 那就是加里曼丹岛 加里曼丹岛又叫婆罗州 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的中部 南临沼瓦海 北林中国南海 面积74.5万平方公里 是亚洲面积最大的岛屿 也是世界第三大岛屿 岛上人口稀少 约2300万人左右 历史上 我国与加里曼丹岛有很深的源源 东晋时期 我国僧侣发现 由印度求的佛法 回国途中经过南洋 发现了这座岛屿 在隋唐时期 我们把这里称为婆罗州 一直都有华人在这里进行贸易活动 直到殖民时期 华人被驱逐转移 而当年华人存在的痕迹 也被这滚滚的历史浪潮逐渐淹没 加里曼丹岛分属于 文莱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三个不同的国家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被三个国家共同管辖的岛屿 其中 文莱面积 占5765平方公里 马来西亚面积 占19.65万平方公里 印度尼西亚面积 占54万平方公里 虽然文莱在三个国家中 占地面积最小 但因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因此 文莱是全岛最富裕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人均GDP高达3.6万美元 那么 这个岛屿为何会同时被三个国家管辖呢 其实 这与加里曼丹岛的历史息息相关 历史上的加里曼丹岛大部分属于波尼国 也就是今天的文莱 在当时 波尼指的就是加里曼丹岛整个岛屿 到了殖民时期 英国 荷兰 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来到东南亚 在这里从事贸易和殖民活动 当时的文莱在荷兰 英国等势力的压制下 面积逐渐缩小 加里曼丹岛的北部逐渐被英国殖民 南部被荷兰殖民 只剩下不到6000平方公里的文莱 也被迫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直到二战时期 日本侵入东南亚 加里曼丹岛脱离了英国 荷兰的统治 转为日本管控 二战后 英国 法国等西方殖民者 在战争中消耗严重 加上当地人掀起的殖民地独立浪潮 成功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控制 当时欧洲殖民者留下的殖民地版图 也被这些独立国家继承了 由英国殖民的北部 被马来西亚继承 殖民的西部地区 则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 而坐落于加里曼丹岛北部一角的文莱 也脱离了英国人的保护 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最终 加里曼丹岛形成了文莱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三个国家 共同管辖的格局 加里曼丹岛地形起伏和缓 岛的中间是山地 四周为平原 有东南亚最高峰 京纳巴鲁山 海拔4102米 加里曼丹岛被赤岛横川 属于热带雨林气候 森林覆盖率高达80% 大片的热带雨林 滋养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 大象 长壁源 以及各种各样的昆虫随处可见 还生长着世界上最大的花 以及特有动物 普罗洲象 马来西亚的果鸟 犀鸟等 这里还拥有金 煤 铁 钻石 等多种矿产资源 以及丰富的石油资源 可以说 加里曼丹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岛 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国有一个岛属于一岛两国 你们知道是哪个岛吗